日本出生线议会表决通过意见书 抗议在驻日美军蒲天津机场追加部署鱼鹰 指责日美政府无视献民呼声荒唐至极 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揭秘日本自卫队唯一坦克部队第七坦克师 高度评价10式坦克博彩重场 美军X-47B无人机首次成功降落航母 专家称X-47B正式上舰或颠覆目前的海空作战模式 埃及在动荡中迎来摘月 少年因扰乱示威被从高处推落至死 摄影记者拍下自己被居杀瞬间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来看详细内容 11号日本冲盛县议会全会表决通过了抗议在驻日美军蒲天津机场追加部署美军新型运输机MV-22鱼鹰的决议与意见书 要求美日两国政府关闭蒲天津军事基地并且撤出全部鱼鹰 意见书指出冲绳居民对于由鱼鹰引发的噪音和环境问题感到由衷的不安和愤怒 对坠机的恐慌也是难以消除 而日美两国政府持续无视献民呼声的应对荒唐至极坚决无法容忍 意见书还要求日美两国政府关闭蒲天津军事基地并撤出全部鱼鹰运输机 根据日本防卫省介绍 驻日美军于2012年10月在蒲天津基地部署了第一批12架鱼鹰运输机 此次追加的12架鱼鹰也计划在本月28号到31号抵达美军严国基地 在美军对运输机进行机体维护以及试飞之后 预计将会在8月上旬转移到蒲天津基地 为抵制新一批鱼鹰的到来 冲绳县议会除了通过决议和意见书 还计划派出代表前往冲绳防卫局当面递交意见书 并且前往美国驻冲绳领事馆举行抗议活动 冲绳县知识重景征宏多 稍早之前还和官方长官菅义伟 以及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等人举行会谈 要求重新考虑部署事宜 尽管冲绳县坚决反对 但是美日间的相关合作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上个月在美国加州举行的美日联合夺岛演习中 余英首次在日本日向号驱逐舰上起降 这被日美解读为意义重大 是进一步加强美日合作的契机 两国还决定余英将会首次参演 今年秋天举行的日美联合防灾演习 防向小野四更强调说 希望通过联合演练 巩固日美的救灾合作 自卫队正在开展水陆两栖部队的训练 不仅是岛屿防卫还将会在救灾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此外美日两国政府十一号还就今年十月 举行由两国外长和房长参加的 美日安保磋商委员会及二加二会议展开了协调 共同社报道说 预计2013年的二加二会议将会就启动修订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协议 由于日本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预计这也将会成为商讨的议题之一 共同社分析认为 日本将会围绕着离岛防卫 与保持对立基地攻击能力 向美方介绍制定情况 日本2013年度的防卫白提出 刚刚在九号获得内阁会议的通过 在提出加强自身防卫能力的同时 也再次声称将会继续强化日美同盟 而即将于10月举行的日美二加二会议 则被认为是日美关系出现新变化之后 双方又一次重要的磋商机会 二加二会议到底意味着什么 日美又抱有怎样的意图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本战结束以后呢 日美同盟重新定义 然后不断强化 让两国在地区安全事务 能够很好的体现美国的国家战略 和日本自身的这种要求 在一系列的协调磋商机制当中呢 日美之间的这个二加二会议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特别是双方有一些新的要求 和需要调整的时候呢 这个渠道就显得非常重要 非常有价值有效果 比方说今年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边 提出了要提高独立的这个防卫能力 也提到了这个日美关系当中 一些防卫上经费预算的问题 显然是想呢 通过这种新的调整 增加日本在这个地区安全事务上 承担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点呢 估计美方也有相同的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二加二这个会议上呢 日方会向美方通报他一些新的考虑 其中大约会包括这个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先行攻击的问题 还有防卫重点调整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只有增得了美方的同意和理解 日本才能真正把它落实到 接下来去进一步安排的防卫计划大纲之中 变成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的一个实际操作和部署过程 今年4月27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头戴钢盔 身穿迷彩服 登上日本路上自卫队最新型 伊灵式坦克 为选举宣传作秀的画面 引发了人们对于日本日益膨胀的军力野心的警惕 那么 被认为是日本最先进主坦克的伊灵式坦克 那究竟先进在哪里 日本自卫队当中唯一的坦克部队 又是哪一支部队呢 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在其本月的最新报道中 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实式主战坦克 认为它博彩各国坦克工业之常 应用了最新的坦克设计理念 并且汲取了近年来局部冲突当中的作战经验 报道说 从外观上不能看出 实式坦克与全球坦克的翘楚 德国的豹2A6 以色列的梅卡瓦MK4非常相似 但其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 实式坦克重44吨 成员三人 主打武器是120毫米滑堂炮 最大时速70公里 它集中了坦克研制领域所有最先进的成果 配备的C4I电子系统 即指挥控制电脑通信情报功能于一身 能在坦克之间自动完成信息数据的交换 此外 由于实式坦克的火控系统 能够有效的打击小型移动目标 还配备了陶瓷模块复合装甲 因此 日本媒体在报道实式坦克的时候 更着重聚焦在它的反恐功能 以及抗击俄式各型火箭筒的能力 另外根据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新闻网的报道 从2010年开始 实式坦克已经开始正式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 首批坦克供应给了 位于富士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坦克装甲兵学校 由于第七坦克师是日本自卫队当中唯一的坦克部队 也被视为陆上自卫队的主要突击力量 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因此认为 实施主战坦克未来将装备第七坦克师 据悉第七坦克师驻扎北海道 由日本自卫队中规模最大 战斗能力最强的北部方面队调遣 坦克师下辖七个团 包括三个坦克团 一个摩托化步兵团 一个炮兵团 一个防空导弹团 一个后勤保障团 三个营 包括情报营 工兵营 通信营 两个连 包括指挥连 陆航连 共有官兵近七千人 拥有二百多辆坦克 二百多辆装甲车 近七十门野战炮和火箭炮 日本外务省次官 翟木昭龙 11号访问韩国 并且在下午与韩国外交部 第一次官金奎县 举行会谈 双方就朝鲜问题 历史认识 以及韩日争议领土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共同社分析称 受韩国劳工向日企索配案的影响 韩日关系可能会加剧对立 据韩联社的报道 翟木昭龙在会台上表示 安倍内阁一如既往的继承 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 非常重视对韩关系 今后也将努力发展两国关系 金奎显则表示 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没有什么比日方 首先带着诚意处理 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并恢复互信更重要 金奎显所说的 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显然包括近日来 沸沸扬扬扬的 韩国劳工索赔问题 10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 就四名韩国人 二战时期被强征制 日本炼钢厂一案 做出判决 首次勒令 新日本制铁公司 做出赔偿 尽管日方坚持根据 两国在1965年达成的 日韩请求权协定 认定个人索赔权已失效 并且对首尔高等法院的 判决不予承认 但是KBS报道称 依照此次判决 在向日方索赔无果之后 韩方可临时扣押 新日本制铁在韩国的财产 并执行赔偿 共同社分析称 7月上旬的日韩外长会谈 令日韩关系 刚刚出现了一次转机 此次的判决 又点燃了新的火种 如果韩国法院 今后在类似案件当中 不断裁定原告胜诉 强制劳工问题 很可能上升为 即未安抚问题后的 又一大日韩对立点 韩友评论认为 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战线 进一步扩大 这使得举行 韩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进一步降低 韩国外长尹炳士 11号才出席一场 媒体讨论会时指出 日本部分领导人 与历史背道而驰的言行 令人无法信任 今天达成协议后 第二天就撕毁的会谈 还是不开的好 韩国总统朴槿惠 也曾经在10号谴责 日本至今仍然在 独岛及未安抚问题上 不断触及韩国人民的伤口 来关注四川的暴雨洪涝灾害 目前都江厌史山体滑坡搜救工作呢 在继续的进行当中 遇难人数已经增加至了18人 在全市范围内登记失踪和失去联系的人员 有107人 茂县三个乡镇仍然是孤岛 另外据民政部的消息 截至到11号的18点 此次暴雨洪灾已经造成了 四川全省209.4万人受灾 31人以上死亡 166人失踪 虽然11号四川的降水量 比前一天有所减少 但是由于持续多日的强降雨 四川境内成都阿坝 绵阳德阳雅安等地的灾情依然严重 10号都江厌中兴镇三溪村发生山底滑坡 经过现场人员的紧张搜救 截至记者发稿时 现场已经发现18具遗体 马路两旁 我们看到了很多救援的车辆 有挖掘机 有推土机 这些大神的履带救援车辆 就是等待着 一旦解除了次生灾害的这么一个威胁之后 他们就会立即进入现场来实施搜救 截至11号下午3点 受困的352名游客和部分当地民众 已经被安全转移 由于暴雨导致泥石流和山底塌方 连接都江厌汶川的都汶高速道路中断 数万方拥塞体阻断道路 近2000人被困在陶关隧道内 当地政府迅速调集力量 展开救援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救援 10号晚上8点40分 2000多名被困民众 全部转移到了政府设立的安置点 美国海军10号宣布 一架X-47B无人机 当天在乔治HW部10号航空母舰上降落 这是美军五尾翼自动无人机 首次在航母上完成着舰动作 那有军事专家评论称呢 在航母上完成着舰动作 表明了美军科研人员 在无人机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X-47B今年已经紧锣密鼓的成功的完成了一系列的上舰实验 据悉目前该型无人机呢 不会用于作战任务 美国军方呢 只是利用其是非来收集数据 考察性能 并且呢 将会在今后三到六年的时间里 研制出一款具有远程打击能力 隐形性的无人侦察机和无人攻击机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X-47B项目意义重大 美国海军部长认为 通过在航母上开发 并且融入无人机的技术 航母未来将会继续保持 其在海军当中的地位 同时也有军事专家表示 X-47B的正式上舰 将很有可能颠覆目前的海空作战模式 与目前的舰载机相比 X-47B优势明显 它最大航程在3000公里以上 一旦实现空中加油 航程还将大幅提升 大大超过F-35等战机的航程 如果美军其他舰载机 对沿海地带发起攻击 航母会面临着中程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 而凭借X-47B极大的作战半径 航母就非躲在反舰导弹射程之外的海域 死无忌惮地对敌方实施轰炸 X-47B的诞生 仅仅是美军迈向新型海空作战模式的第一步 按照后续计划 美军预计会基于对X-47B的了解 制造舰载无人战机 最终将无人战机融入未来的航母作战体系中去 促使航母舰载机编队的作战样式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知道目前航母都使用有人驾驶的多用途战斗机 进行对目标区域的威慑 但人是有极限的 这些作战飞机飞行的时间都比较有限 它的威慑能力也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如果换成了无人机 首先它的航尸有很大的增加 其次它广泛采用了隐形技术 因此它的被雷达发现的几率也更低 再加上无人机因为不会考虑到人的承受能力 所以它可以设计的过载很大 使整个无人机的机动性能更好 这些无疑是对它未来的目标区域有更大的震慑 此外 X47B无人机作为舰载无人机 随着航母在世界范围内航行 也就意味着美军今后可在全世界部署无人机 而无需其他国家提供陆上基地 越南第13届国会常务委员会10号召开第19次会议 越南国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政府 为余政力量配备武器装备 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建议 越南政府应该明确规定余政力量使用的枪支种类 并且制定有关各项活动 特别是余政力量在越南主权领海外海域展开活动的 武器装备管理和使用措施 越南2013年1月宣布成立余政局 隶属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水产总局 越南余政局配备公务船执行海上任务 是行驶海上国家管理职能的代表机构 10号埃及迎来了今年摘月的第一天 然而持续动荡的局势 给本应该宁静祥和的摘月蒙上了阴影 冲突持续不断 无辜的生命因此被践踏 这其中既包括滑稽少年 也包括出生入死奋战在一线的战地记者 近日一段电影人士拍摄到了视频显示 在亚历山大 几名少年蜷缩在一栋大楼楼顶的一个水塔顶上 楼下聚集着大批愤怒的墨尔西支持者 报道称 这几名少年很可能朝楼下正在游行的墨尔西支持者 扔了砖头 激怒了游行队 其中一些人向楼顶冲去 随后画面显示 两名少年被相继推下距离楼顶六米高的水塔 一人当场死亡 另外一人侥幸生还 第三名少年则是在通风景处 被石头活活砸死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在8号发生在埃及开罗共和国卫会大楼前的冲突当中 一名26岁的埃及摄影记者阿萨姆不幸允命 而他手中的摄影机则刚好记录下了自己被军方狙击手狙杀的过程 画面永远并格在此被射来的射击 埃及25新闻频道的记者迪娜·扎卡利亚日前发文称 一名荷兰女记者在开罗解放广场 遭到几名自称革命者的男子伦坚 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接收女记者的埃及国立医院也发布了一份声明 称她在医院接受了外科手术 目前已经出院 埃及妇女活动权益人11号宣布 近来至少有43名女性遭到男性团伙的有组织性侵 根据了解 埃及法律没有将性侵害包括在违法犯罪之列 女性受到性侵害时有发生 我们继续来关注韩亚航空在美追击事件 几天来有关科技失事的原因是众说纷纭 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 韩美双方就调查过程的相互指责 似乎已经逐渐的升级了 目前韩美联合调查组 正对韩亚航空失事科技黑匣子进行深入分析 在1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国家阅售安全委员会主席赫斯迈 更改了先前发表的调查结果 称第一次撞地部位不是伪议 而是起落装置 韩国KBS则报道称 对跑道残骸物进行的肉眼调查 是美方改口的原因 如果第一次碰撞的部位 真的是起落装置 而非伪议 那么失事科技的高度可能比发表的数值更低 速度也可能更慢 KBS指责称 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除了正式新闻发布会之外 禁止调查人员与媒体接触 但是赫斯曼主席却公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公开未经验证的结果 推翻已经发表的结论 委员会主席搞特殊 这些都不免让人质疑 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可信度 韩国中央日报也认为 在韩亚客机坠机的事故上 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开了太多不利于飞行员的信息 引起了人们对调查结果无端猜测 并可能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 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对此回应称 只是按照正常程序 及时公开阶段性调查结果 调查最重视透明度和准确性 一个多月前 美国棱镜项目遭到了曝光 随后外界都已一步一步的了解了 美国监视全球体系的内幕 然而真相似乎远不止于此 近日奥巴马政府名为内部威胁的项目再次被曝光 据此项目 数百万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都有义务监视自己的同事 美国迈克拉奇报业集团的两名记者 于本月九号率先曝光了这一项目 据报道 在美国陆军士兵布拉德利·曼宁 涉嫌将大量机密信息泄露给维基揭秘网站之后 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10月正式启动了这一项目 该项目要求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揭发一切潜在的泄密者 旨在将泄密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俄罗斯RT电视台获得的信息显示 经济困难 工作时间不尽合理 表现出压力过大的征兆 甚至是离婚都被认为是有泄露政府机密的嫌疑 而一旦身边的同事出现上述现象时 每一个联邦雇员就应立即上报 否则将面临严重处罚 内部威胁项目自一开始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尤其是实施近两年以来 并无确凿证据显示 其达到了有效防范泄密的预期效果 美国政府内部的多份报告也显示 强制雇员相互监视来防止泄密的做法 并无科学根据 RT评论称 今后调查记者再也没有可以合作的线人 政府官员甚至都不敢接电话 尤其是在斯诺登泄密之后 大家都明白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政府的监控 而这种迫害式的做法 与六年前奥巴马的承诺相去甚远 I will provide our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10号获得连任的蒙古国总统 俄勒贝格道尔吉宣誓就职 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向巴平措出席就职典礼 在随后举行的圣大阅兵式上 身兼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俄勒贝格道尔吉 检约部队数以万计的市民在现场观看 在六月二十六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 来自蒙古民主党的候选人 俄勒贝格道尔吉战胜对手 成功连任蒙古国的总统 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